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老师您好,我的左脚大脚趾往外侧歪斜,同时指甲盖往肉一掌 还有一个就是右大腿靠近膝关节的位置,发解的感觉,我想解决这两个问题 我看到一个人在海边上,看到一个贝壳在海滩上 那个,哎,你看我啊,过去,笨,这样踢了一下,这样拐了一下 看得见吗? 看得见吧?看到了吧?听得见,脚踢了一下啊 听得见啊,后面,听得见 那个,一个人啊,在海滩上,看到一个贝壳,好像不是一个火的贝壳 那个,你看他走过去一个那个,踢了一脚,主角踢了一脚,右边是一个旋转主,主角是踢了一个贝壳 对,刚才信号不太好,我现在用的是流量,不是用的那个WiFi 对,刚才信号不太好,我现在用的是流量,不是用的那个WiFi WiFi好像信号不好 那个,看到我说的吧,那一个人在海滩上,在海滩上,那个,右脚啊,贴一个贝壳 看那个贝壳,把你这样一贴,旋转了一贴的时候,这个脚踢了一个贝壳 然后,右脚啊,这是一个旋转图,好像是同件事情 你看,再看我做这个动作啊,在那个海滩上看到一个贝壳的时候,在海滩上,就那个,等一贴啊 把一个贝壳把一脚切出去了啊,这个,这个就大,走,走那个,切出的面就在那个大脚趾上 切出的那个贝壳,然后那个右脚啊,它是人支撑的一个旋转竹啊 看到这个动作吧,这样知道是同一件事情啊 同一件事情啊,同一件事情啊 同一件事情啊,切到贝壳的是一个,是一个主角子啊 主,主边的大脚趾啊,切到那个背壳上啊 然后那个,右脚啊,右腿啊,旋转竹啊,是一个旋转竹啊,是一个旋转竹啊 是一个旋转竹,一条腿做一个旋转竹啊 但在旋转的时候,不是整体就在脚底下,一下子旋转啊 而是在那个,在习惯阶的地方是扭了一下子啊 现在几年以后啊,在你这个,这个习惯阶那个,这个cobet 里边,张了一个贝壳 那张了一个贝壳的话,让你那个走路的时候,呃,润滑性不太好了 应该,应该呢,是,以果头之间啊,上头下头的习惯阶的一个,一个叫半月环,那叫半月斑,是这样的 它就在这里边活动了,本来,对,本来是正常活动的,它给你套了一个,倒扣了一个,杯壳倒扣在里边 在林家,这样多了一个东西在里边了,多了一个东西在里边就不滑上了啊 你贴了一个贝壳啊,你现在想想啊,那个是这样的贝壳,贝壳只有,只有一,贝壳应该两半了啊 贝壳应该是两半,但你贴的那个只有一半,一个半,这一块 我们是不是切的石头,当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在切的 那么,至少,它曾经是一个生命,它跟石头不一样,它跟石头不一样 石头的话,本来就没生命 但是,那贝壳不一样,贝壳本来是有生命的东西,虽然你死掉了 就像一个人死掉以后,如果你对着那个尸体啊,贴它,整它的话 我们称它什么,对污辱,如果碰了人的尸体的话 那么对动物尸体来说的话,实际上是一样的 只是人家没多考虑这个事情 那么,现在早上门来了,那早上门来了,应该想到 应该要往活着生命上去想吧 对,要往活着生命上去想 那么,活着生命上去想的话,那曾经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曾经了 虽然现在是去世了啊 但就像同人一样的呀,一个人,人家说把人家的坟给扒了 又是把那个尸体拉出来什么之类的啊 最后,最后那些灵魂还在灵魂后复到整他人的身上呢 那你这样一讲的话,就发现,这不是一个石头啊 对啊,那么现在你试着自己和他去沟通一下 对不起,我不应该用脚踢你,对你的冒犯 对,你第一次说我错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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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说你就是一个生命 你就是一个生命 而不是说那个曾经 这个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灵魂是不灭的,就是一个生命 哦,这个时刻 你应该说 现在我要把我贴出去的珍贵的生命把它再捡回来 现在我要把我曾经贴出去的生命再捡回来 然后捡回来 那你想让他把它捡回来一下 你说我要把他生埋 我要把他生埋 哎,就像那个沙山上面啊 沙山上没有多少工具啊 但你尽最大努力啊,埋他个一米深 这样别人就求到了吧 你说把他生埋 哎,你就这么一个说,说了生埋一下 你那个,这个右腿膝盖外侧 在那个关节里面 嘟了一个倒扣的一个贝壳 噗通一下就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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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倒在那个,倒在那里面下去了啊 下去了啊 然后你说 你说我要学起血的教训 我要吸取血的教训 哎,然后你说 以后我要尊重每一个生命 以后我要尊重每一个生命 哎,对,你这个已经走完了啊 很快就走完了啊 这个不复的,很快走完了 走完了以后呢,你要想象着啊 有的是那个,你曾经倒过的什么 好像是西藏这一类的地方啊 好像那个那种地方 有的人人家家里边 把一个牛头啊 或者马的一个 反正身体的一部分就住在墙上面 哎,你借住它 那个时候啊 一个牛头啊 或者生出来 或者一个动物的什么 一个东西生出来 那时候就没有多想这个事情 啊 那时候就没有多想这个事情啊 你现在要想到 这是 这是 对动物的一种冒犯 把身体割掉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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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家里 或者有的人当工艺品在 在展示在自己家里 这是对动物的那个 很不敬的一个行为 现在要意识到这一条 嗯 对对对 我当时 反正看到那些动物 放在墙上的时候 我觉得很 很恐怖 嗯 嗯 对 那么你要想到 刚才我教你了 说个碑壳 要入土为安 就是救我们生埋 就是入土为安的意思 那么以后 当然 你以后不会再做到 到这个海滩去贴一脚这样的事情 但是最重要 更深一层呢 就是看到人家挂在墙上的那些东西啊 嗯 你劝人家一起 要不要劝逗逗 也不用劝第二起 就是说叫人家 哎 最好不要挂这墙了 肉土为安 挂它没了 但是呢 这是提醒一下子啊 不是要叫你一定要成功这个事啊 哎 这个你做了以后呢 就是你 你的任务完成了 至于人家愿意不愿意按你的去做 那是别人的事啊 哦 没问题 哎 对 你就提醒一下子 提醒一句话就行了 也不用什么磨了嘴皮 这一定要要 要劝人家成功啊 这毕竟也是别人的因果 你提了一句 就是你表示你的善良 哎 自己成功不成功呢 那是另外一把事 因为个人一个人的因果 也不是说要劝他 把人家恼羞成了 人家说这个我是花了多少钱买下来 或者有的人 即使不是自己买下来 都把自己打回来了 他就是一个战利品似的 哎 他们会这样想的 所以你说多了 会得罪人家 那么你就说一句话就行了啊 就提醒一下就行了 就像那你任务完成了 这有没有结果是另外一把事 明白吧 既没得罪他 又把人家做了这个事 也就你的真正就没了 嗯 明白 哦 这个信息就走完了吗 哎 已经走完了 前面的走完以后 我就看到你其他的 那个也是上面的信息啊 嗯 我后面说的也是零排里边的 不是不是事外的 不是额外的啊 嗯 嗯 然后 然后 嗯 然后 这个时刻我看到一架飞机啊 好像一架飞机啊 但是我不是看到我们 平时看到的空难的飞机 它是 好像从头上飞过去的啊 直接从头上飞过去的啊 也就是说 像碰到那个空难的飞机的遗体这一类的 我们不要太牵挂 明白吧 不要太牵挂 太牵挂了以后 那些灵魂会找来的 会找到你身上来的 嗯 不要太牵挂 太牵挂了以后吸引过来 我们重点是在讲那个 飞机适适的 这个过程 而不是处理那个遗体 嗯 而不是我们千万百幸要怎么样 就是我们不要把它专门吸引了 吸引来就像你也承担不起 你也即使通膜给你了 你也没办法找到那个人家的家属 就没办法完成这个信息传递的过程 所以呢 呃 这个不是你要做的事情 自己遗体在哪里边 但是呢 我没有做的一些事情 事情呢 就 不要再支持这样的同样的空乱再发生 这个可以告诉人家 自己人家听不听是人家的事 我们的重点要从那个 总是惦记在那个遗体在哪里 这件事情我们就放下 如果你总是惦记到 还惦记到那些灵魂就来了 就跑自己身上来了 就是有的人自杀了 你知道这件事 总是觉得这个很悲伤很悲伤 你总是觉得他觉得你的灵魂知道 同期你就跑到自己身上来了 所以我看到一架飞机 就相当于我们两天 就像我这样住着 把一架飞机从我们头顶上 搬你一下飞过去 飞过去很低很低 意思是我们关注了这个飞机的本身 而不用过多的关系那个遗体 你即使关注到了一个 也没办法团移到他的家属那边 人家也保密 你也找不到人家到底在哪里 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这个 这个东西就 这个叫什么 丢手冠的游戏 这个手冠就抓在你的手上 然后呢 这样呢就是我们的观众界是在这个 飞机是什么是是的 这件事告诉大家 因为这是有 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 如果说人家连一点意识都没有的话 当然我们是也做了好多时间 就是人家一点不让他们想的话 如果再次空难发生的话 人家也不知道往哪里想 所以不要太牵挂 那个也是 你牵挂的时间长了以后 你慢慢慢慢 不知哪去就突然一大病了 又把别人的时间招在到身上来了 嗯 对 明白 明白 好 然后 然后这个信息就 这个就整得差不多了 整得差不多了 我问一个问题 上次我帮你排的时候 我说那个好多坐牵绑在腿上的 坐牵 坐牵后来是我说看到那个锤子就掉下去了 就是那个 就外面就奔下去了一个一个 这个你看到的是什么 固体的 这是我林姐看到的 通常就是 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吗 就是一些固体 掉下来一些固体的 有没有东西啊 对 脱皮 脱皮 对 所以当时我看到是固体的下来 但是他没告诉我固体下来的体是怎么样 但是前面一次我说涂了好多油漆 树脂 这一类东西呢 他看到就喝口的液体会流下来 液体长东西留下来 这一次呢 没告诉我是有液体长留下来 所以呢 我想如果固体长的话 那应该是脱皮这一类的 但是他没有明确说脱皮 所以我今天问一下 应该是就是固体类的东西下来 那就对上了啊 对 是脱皮 我看了照片的 那就对上了 所以林姐看到的那种 实际当中呢 不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呢 林姐出现的这个东西 在我们空间出来的呢 还是有相关性的 你比如说 那是我说的 你接下来出一些的是液体 那出来就是液体 这次我看到 蹦下来的就是那个固体 那固体的时候 我想那个 因为我为什么当时 我要问一下呢 因为那个 从那个林牌当中看到的是 那个沉片 就沉片掉下来的 沉片是这样沉片倒下来的 那么我们呢 因为我们现在当中没有借过 人身上一下子掉下来 一长条或者 一整个东西掉下来 像像那个乙鞋一样的 整个鞋子掉下来 这个不太可能 所以我要问一下 到底是什么下来 好 那就知道 我一边问的时候 一边在等其他的信息 这个时候我就看见一只鸟 好像一只鸟也在海滩上 一只鸟也在海滩上 一只鸟在海滩上 然后这个贝壳是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被鸟做掉了 那个贝壳 原来在水下的 在水下一个推草以后 它没走得了 没走得了以后呢 就成了那个 成了鸟的食物了 成了鸟的食物以后 对 被它吃掉了 被它吃掉以后 因为本来是两半是在一块的 然后呢 这两半倒是怎么的分架呢 也没注意 现在我看到了 现在我看到了 你踢了十个 一脚踢了十个 本来还是两半 还是连在一块的 两半还是连在一块的 现在呢 你一踢一块就散掉了 解回了一半 那你说 我再找一下子 再找一下子 我把另外一半找回来 再找一下子 把另外一半找回来 对 后来 经过找 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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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两个合到一颗 合到一颗 把它从里没了 没了一颗 你对那个鸟说 你对那个鸟说 你说 这个贝壳是被你杀灭的 这个贝壳是被你杀灭的 我已经向他道歉了 你也应该向他道歉 我已经向他道歉了 你也应该向他道歉 对 这玩意好像 在灵界里已经把他沟通上了 那跟扭 点了三下头 好像是三个鞠躬一样的 然后他扭头就走了 你也就走了 你走了 走了以后 然后你把这边的沙子铺铺平了 铺铺平了 铺铺平了 铺完平了以后 你对妈妈说一下子 你说我剃了一个 剃了一个 已经死掉的贝壳 渡热肠这个事情的话 比方说你吃那个活海鲜了 对对呀 这个活海鲜的意思 表示 表示买回来是可以吃的 你那个贴壳是不可以吃的 你不可以吃 还早上麻烦了 你想想买那个活的东西 或者其实是到家里 已经不活了 实际上就比这个更新鲜的意思 说活海鲜的意思 那肯定会惹上更多的事情 是吧 对呀 意识到这个 以后那些什么动物 就真的吃不掉了 因为贝壳贴了一脚都 成了这个问题 所以呢 如果不处理的话 那个幼稚的习惯机 里面还卡了一个东西 卡了一个东西 你随着走路的时候 就把那个关键摸坏了 直接摸坏就摸坏 实际上年龄增大 就是越来越不好 越来越不好了 里面卡了一个贝壳 叠在了那个 下面这个关键 突出来的上面 上面这个关键 凹下起的 它就这样了 本来是这样正常的 这样正常的在活动 但里面卡了一个贝壳 倒扣在上面 对 不灵活了 也就相当于 你会把那个 把那个关键摸坏快点 不是正常的东西 卡了一个东西在里面 这是骨性关键 你要摸坏的 哦哦 你是关键炎是吧 不是 现在没有关键炎 哦哦哦 现在按照早期吧 哦早期 对 如果你时间长了 就把那个面就摸坏了 嗯嗯 所以我以前也看到 别人动手术啊 扎了一个假关键 突然就那个关键坏掉了 也就是像这一类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当贵有贵的问题 把这个东西卡在里面了 哦哦 哦 好 现在现在好像那个 现在 呃 眼前看干净了啊 现在我看到那个 小鸟肺子 不同这个事情 无关 同你也没关系的啊 同你有关的 都处理完了 哦 好 那就这样啊 好 感谢老师 啊 不用谢啊 好 啊 稍后 啊 没关系